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于东华来说 他从一个神一般的存在 一步一步的走向人 我不能说他成长 只能说他开始从一个神格变成人格 这个过程那是因为后来 这么久他去报恩 他为了他下班 他完全是他自己 但是帝君已经不是他自己了 就所有事情他都知道 然后他还要全部都压在自己心里 他更像一个小孩 把什么都想得很美好 他那种露恋般的感觉 才会有东华的对风酒去那种爱的转变 身为帝王 他必须要看重大局为了国家 有很多时候 他很心痛 但是他必须要去做一些取舍 他的内心是很痛苦的 因为他很爱他 那弄到满山山回来之后 他甚至于他想要放下 但是东华这个时候呢 又频频出现在他的眼前 那他已经表现出不一样的东华 所以又造成凤九有很多迷茫 凤九进了白银谷 无意间进了阿兰热斯梦 阿兰热斯梦 阿兰热斯梦会像凤九一样 因为凤九得到过很多爱 所以他懂得去给别人去释放他的爱 但是阿兰热斯梦 他对其他人 他其实一直都是客气的 礼貌的 树立的 会对沈热一个人比一样 沈热他的那种执着 执着 所有的生命死 我来看 我就要他扶着 本业与阿兰热斯梦的情感 也会造成成为习泽的东华 此处 这个时候他已经是完全严格的 一个表彰 他会持住 他会去做很多 他以前会做的事情 虽然说他很喜欢一个人 但是他没有将自己全部都依赖到这个人身上 他在很多事情上面还是有自己的主见 很多事情上面也是 一定要自己去解决自己的事情的这样子的一个小地基 其实东华是一个内心特别狂热的人 只不过这几十万年的时间 他没有遇到一个对的 当他遇到以后 他知道这个人 为他付出了很多很多的时候 他会把他所有的爱都给付费给他 让外人看得他是一个平静的故事 他当一个所谓的专注的经济 但其实他们那些是非常热情的 凤九他非常认真 他有很多场次的戏 他自己已经消耗过滤很多次了 那像伟光也是 他也非常认真 比如东华这个人物 他在心态上面来说 他确实刚刚出身 从出身慢慢一路跌跌转发到成长 其实他自己也有很多的世界 我们也可以去思考 我这一生走坡的心态 但是很不极端 我做了什么 我得到了什么 我现在 我还能记住什么 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 你对某些细节 你还能很仔细地去回忆起来 那个时光 都是你将来最值得正常